小孩就一下就是突然之间就哭了 就手捂着眼睛就这样说 妈妈我眼睛好痛啊 我的眼睛啊 就这样哭 哭得不行 一看当时有个飞便就扎到这里 就这样一闪一闪的 就这样捂着眼睛的时候 那手指头里面 手指缝里面就流血 两个人在发生争执 那女的就是拉飞标 有可能是砸了个老板 然后可能就砸到我儿子眼睛呢 现在就是初步诊断的 就是研究传统上 外伤性白内障 还有那个玻璃体积血 还是我们脱离 现在不好预测了吧 现在我们只能说是 记最大的力量去救治 不信任 给妈妈 你 这就是 你要去救救命 你 这里